这是18年前三峡库区最霸气的拆迁户 从1998年选新子勘查到2003年搬迁结束 耗时整整6年 搬迁距离32公里 耗资近4000万元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来头 因何拆迁耗资为何如此巨大 18年后的今天 这个霸气拆迁户到底怎么样了呢 三国时期属汉名将张飞 头在云阳 身在浪中 埋头之处云阳飞凤山路 人们建张飞庙纪念 三峡工程湿水 趋经1700多年的古庙面临被淹 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张飞庙从飞凤山朔江而上 原样搬迁到上游32公里的云阳新县城对岸 盘龙镇 龙宝村 狮子眼下 成为了三峡库区最霸气的拆迁户 如今张飞庙已经在新纸上 屹立了18年 这个倾注了工程人员大量心血 耗资巨大的签建工程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花花 我现在在长江边上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云阳的张飞庙 说起张飞啊 大家都耳熟能详 忠义勇猛 刚强礼职 勇冠三军 他为蜀汉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身为古今世人所敬仰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 张飞生于河北卓郡 墨于四川浪中 战首之地有当阳赤壁八州浪中 南征北战之中都与云阳没有直接的牵连 那又为何在这千里之巨万里之遥的云阳江边上 见庙立碑呢 话说这猛将张飞啊 在浪中竟然不幸被部将 范江张达所暗害 两人取上张飞的首级啊 准备投奔东吴 但是行至云阳的时候啊 听说无数讲和了 便将张飞的首级抛弃到江中 被一个余温捕鱼的时候打捞上岸 余温受张飞托闷呢 把他的首级呢埋葬于飞凤山路 于是老百姓呢就在这个地方立庙纪念 这就是张飞投在云阳身在浪中的缘由 也是1700年前在云阳建张飞庙的原因 眼前这个就是张飞庙的主建筑 去过飞凤山老张飞庙的人啊 一定会惊讶的发现 无论是建筑主体 还是衣衫座岩临江的地理环境 竟然与老庙一模一样 没错 搬旧如旧 现存建筑近90%的构建呢 都是从老庙拆迁而来的材料 里面的国宝及文物啊 也是如数地搬迁了过来 老庙标志性的江上风清四个字呢 端庄敬拔 这是清末名阳京城的书法大家 彭聚心所书 此时此刻呢依然醒目 那么在这幢坐南朝北的建筑前面呢 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特别之处呢 细心观察啊 你会发现正面竟然没有大门 这就是传说中的歪门邪道 那么张飞庙的门在哪里呢 这是建筑的西墙 山门竟然在这里 并且大家看啊 这个山门左侧的门柱啊 突出西墙一尺左右 将朝向改为了西北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据说这个山门的方向对着西属成都 便于遥望成都 以缓解张飞对大哥刘备的相思之苦 说起刘关张桃源三结义的典故啊 那是家喻户晓 罗冠中将他放在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而进入山门以后的结义楼 展现了三结义的场景 站在楼下抬头可见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 高举酒杯 仰天常望 当英雄洒酒祭天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时候 那封慷慨悲壮 的确堪称千古壮举 这是张飞庙的镇殿 家境年间因火灾被毁 与道光元年重建 镇殿镇中悬挂着 立幅汉顶的匾额 镇前方的这位呢 就是张飞的雕像青铜筑成 他是根据三国演义中深入人心的张飞形象 雕塑而成 抱头还眼 燕汉虎须的黑脸张飞 即将传令三军披甲出征的姿态 这是张飞长板坡退敌的雕像 描述的是当年曹操攻破荆州 刘备仓皇奔逃 令张飞二十余机在长板坡 拒敌追击的情形 张飞只身一人立马横腔 威武凌然地站在长板坡 桥头叫正 几声怒吼就吓得曹将夏侯杰 肝胆碎裂 岛屿马下 曹操部将 纷纷退缩 兵败如三岛 逐见张飞无愧于万人敌之城 张飞活作炎炎并意识炎 表现了张飞超人的谋略和远见 张飞怒边勒索名才 作威作福的张官都游 体现了张飞极恶如仇的性格 而这组雕像描绘的是张飞部将 范江张达 因为完不成张飞交给的任务 要被斩首示众 两人趁张飞酒醉潜入仗中 将其杀害的情景 一代英雄死于非命 令世人悲痛而深思 庙内的财神殿 筑峰阁 望云轩 杜鹃亭 听涛亭等古建筑 都是原样从老庙迁过来的 布局严谨 沉叠错落 站在老上与云阳新县城隔江相望 视野开阔 景色十分秀美 老庙收藏的许多文物及名人字画碑刻 也被原样搬了过来 不少是国内外罕见的 非常的珍贵啊 所以张飞庙也享有 文藻圣地的美誉 如今的老庙遗址 早已沉没长江水底 搬迁后的新庙 却屹立在三峡工程建成后 新的长江风景线上 新庙的香火依然旺盛 人们来这里敬香 祭祀 参观 一如既往地传承着张飞庙的文化 传送着英雄的气节 好的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请关注点赞哦